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受酒店庸承轩 每家最快明天要签署正式的买卖合约 并需要同意由常识营运酒店最少15年 有法律学者表示 酒店营运合同倾向保证常识 对消费者不公平 并规定业主付酬金 有承造庸承轩买卖合约的律师行表明 买家不能自助所购的单位 我们向待庸承轩买家做买卖合约的律师楼查询 职员一开始就明言 就算买家要入住 也不可以住自己买的单位 这个讲法与常识推销楼盘时有出入 我们今次这个纯粹是一个投资的产品 最好大家用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考虑 当然 刚才我们都解释过了 如果他说租回自己或者租回外母住都可以 这个就跟回一个酒店通常用的租用协议之后 登记回我们就可以做了 这份酒店管理合同 列明庸承轩买家同意委任酒店营运人不少于15年 期间酒店房的租金 租出优先次序等等 不获承诺或保证 除了员工 设施管理费 业主另外要付酬金 金额不多于酒店每年整体开支一成 合同也假设 如果营运人不获续发或被吊销酒店牌照 只提到过半数业主可委任新营运人 没有提及营运人的责任 有法律协者表示 合同条款苛刻保障不到消费者 如果你是签临时合约的时候 你根本都没有收过这个酒店营运合同 这些重要条款的责要 也都不知道我一定要受到它有关的约束的时候 那其实买家是未必需要 在这个时候所谓一定要签那份正式合约 是同意收到这份这么苛刻的酒店营运合同所约束的 张达明又认为 如果买家在签临时买卖合约之后才看到这份合同 可以成为支持买家终止买卖的论点 财政预算案星期三公布 当中也会公布未来一年的土地供应 消息透露因为供应房屋用地需求大增 今年勾地表新增的私人住宅用地会比去年少 前年预算案 勾地表比对上一年新增18幅住宅地 使本港整体四楼土地供应可建3到4万个单位 去年预算案更加新增24幅住宅地 整体四楼地也可以供兴建3万个单位 但近年供屋轮后侧上的人数屡创新高 福建居屋又遇上找地难 消息透露 今年不少新增的土地要先满足供应房屋的需要 使下年度的勾地表新增住宅地比去年少 但政府会连同其他私人土地供应的来源 确保下年度四楼地可供兴建的单位 会达到全年2万个的指标 也会增加限尺和限量的地 确保有中小型住宅供应 以及加推港人港地 有规划是认同增建供应房屋 但认为勾地表的住宅地不应该大幅减少 私人的房屋供应也应该需要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调节 如果不是就不断靠重建来说 是满足不到市场的需要 那个市场是不断地升温的 批一些地比发展商用来自己申请去 私楼或者豪宅 所以这件事可能会激化了整个社会 对于香港政府去分配土地资源 那个毛团 限尺的单位其实都阻止不了那些单位豪宅化的情况 因为你不是限价 除了增建供屋之外 他认为增建居屋也可以令四楼需求减少 从而令楼市降温 无线电视记者何温文报道 旅发局预计今年整体防港旅客 会上升到近5200万人次 内地旅客的增幅接近一成 高于整体旅客增长率 有议员要求取消内地1000多型 旅发局主席田北俊表明不赞成 去年来香港的旅客总数达到4800多万 其中内地旅客达到3400多万 不过夜的内地客占五成七 而有超过六成六的内地旅客是自由型 旅发局预计 今年防港旅客近5200万 比去年多6.8% 内地旅客就会增加到超过3800万 增幅8.9% 高于整体旅客增长 有议员认为 本港接待旅客已经超出负荷 要求取消内地1000多型 我认为旅发局根本就应该是要重新定位 将旅游业的推广地点 由国内转移回到欧美和日本其他地方 是要去港营四方客 百花齐放 而不是现在只是依赖自由行旅客 一千多行 我更加担心田主席 你离开了之后 新任主席上场 又不再继续向政府建议 是要取消这个一千多行 我是不同意都不支持取消一千多行的 我认为香港整体来讲有一个好的平衡 游客的增长这么多年来 为香港带来不少的经济就业的机会 就不要矫枉过正 来到我们发出一个不好的信息 对内地的游客或者外国的游客 其实我们是爆棚的了 不要来 旅发局解释 局方今年会将七成的推广资源 投放在国际市场方面 向内地的宣传费不足三成 无线电视记者龚永宁霸道 港铁引入新超声波路轨探测车 可以为七条线路提供更精确的裂缝探测服务 至于港铁关塘县牛头脚站 上星期二发生路轨裂缝引致延误的事故 港铁就表示裂缝接近烧汗位置 难以用机器检测到问题 每天8000班港铁班次 港铁路轨受压之后可能会产生裂缝 为确保行车安全 港铁投资4600万 引入这架新超声波路轨探测车 可以侦测路轨细微变化或初期裂缝 1月已经投入服务 新的探测车检测密度更精确 配有两组滚轮式探头 超声波信号透过探头 传送至车上的电脑 工程人员会根据显示的数据 做进一步检查 这部车其实比旧车先进的地方 就可以即时互相比对 我们的工程人员就可以立刻看得到 作出一个比较 而作出一个比较 有一个很快的作用 就是给我们的工程人员 可以立刻决定采取什么的措施 新车运作速度可以达到时速35公里 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检测一次 关塘线的路轨 比旧车虚实两晚要快很多 除了超声波轨道探测车之外 港铁还会定期地派巡轮人员 以目视检查路轨 而至于超声波探测不到的范围 就会使用燃料渗透测试方法 至于港铁关塘线牛头小站 上星期二发生路轨裂缝 引致延误事故 港铁表示裂缝接近烧汗位置 难以用机器检测到问题 仍然要靠人手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林希如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上会见到访的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连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与习近平会面 习近平表示他一直关注台海局势 期待两岸关系持续改善 而连战则称 两岸关系正确的道路就在眼前 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会面中 连战还特别跟习近平介绍 他的儿子连胜文 这次是中共十八大后 新领导班子首次会见台湾政要 有分析说 有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作用 南韩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宣誓就职 并发表就职演说 强调振兴经济 又促请北韩放弃核计划 强调振兴经济在首尔国会广场宣誓 正式成为南韩历来首位女总统 仪仗队随即名放21响礼炮 朴槿惠之后发表就职演说 主要琢磨经济以及朝鲜半岛局势 朴槿惠促请北韩放弃核计划 展开和平发展道路 他说核计划最大受害者是北韩本身 强调南韩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国民安全的举动 又说希望透过对话与北韩建立互信 内政方面 朴槿惠承诺开创国民幸福和希望的新时代 称要创造出第二次汉江奇迹 强调政府将振兴经济创造就业 重点发展科技产业 并会增加社会福利 就职仪式邀请了多名政要出席 除了卸任总统李明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 以及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都在场 多名著名演艺界人士也亮相 带动现场7万多人进入高涨程序 朴槿惠之后穿上南韩民族服装 到光化门广场出席开启福包仪式 并在总统府亲瓦台接见外国政要 61岁的朴槿惠是前总统朴正希长女 1998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展开政治生涯 之后五度连任 更多次帮助所属新国家党 在地方与全国选举中争取佳绩 被誉为选举女王 无线电视记者林希如报道 第85届美国奥斯卡颁奖礼 李安平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第二度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而最佳电影就由阿尔狗就餐任务夺得 李安平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第二度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 他早在2000年 凭怪语片《卧骨藏龙》 获奥斯卡提名最佳导演 05年凭电影《断背山》 首夺最佳导演殊荣 获十一项提名的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同时获搬最佳摄影 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电影配乐 至于最佳电影由阿尔狗就身任务夺得 阿尔狗就身任务同时 获搬最佳剪接及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男主角则由林肯的 丹尼尔·戴·路易斯夺得 55岁的丹尼尔·戴·路易斯 继《黑金风云》《五鬼金生》之后 第三度夺得奥斯卡影帝 最佳女主角由失恋自作业的 珍妮花·罗伦斯夺得 她在剧中饰演年轻寡妇蒂芬 她因为丈夫意外丧生而变得狂躁 到处引诱男士 最佳女配角由孤星类的 安妮夏菲威大惹夺得 她饰演因生活贫困 最终被迫卖身的低下阶层 在戏中不惜剪去一头长发 掩活了这个悲剧角色 她早前已评电影 夺得金球奖最佳女配角 有八项提名的孤星类 同时获搬最佳化妆和最佳回音 最佳男配角由黑沙令的 基斯托夫·华萨获得 她在戏中饰演赏金猎人 是她继2009年 西魔壮政杀人狂后 第二次夺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最佳外语片 由同时获提名最佳电影的 奥地利影片爱获得 无线电视记者孙飞报道 新闻报告完了 谢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周春、8时 com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